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每一个月的主题咯 这个月因为2月14号是情人节 所以我们要来谈一个有关秘密恋情的事情 不过我们要先来定义什么叫做秘密恋情 秘密恋情不等于单恋 当然通常会有三种状况 第一种是可能你正处于一个恋爱的暧昧期 或者已经发展的恋情 可是你怕他失败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或太早曝光 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亲朋好友的反对咯 这叫秘密恋情 第二种是有可能你有放很多线 所以你希望每一个机会 你都能够好好的观察一阵子 所以你跟某一些机会的过程里 是处于秘密的状态了 第三个就是 比较容易踩到道德或法律界限的秘密恋情 比方说至少一方是不能公开的 或是他通常可能是有家室 或者是有小孩之类的 等等的状况叫秘密恋情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 比较偏向后面的这二三种 那么在整个二月来看的话 如果要给秘密恋情第一名 我认为我会给处女座 事实上海王星在处女座的婚姻工已经很久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处女座的朋友 可能有不少人其实都有一些暧昧的对象 那么今年刚好沐星也进入了他的婚姻工 所以在上半年 我认为处女座真的是很容易有桃花朵朵开的现象 那么处女座的命运恋情 往往是来自于可能有一些人给你机会 或者是有一些人对你是好 那么处女座可能刚开始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我可以像朋友一样对待 或者是说因为是朋友 所以我想多了解看看 所以就在好奇当中 就在那种想要让自己有成就感当中 慢慢的可能踩到灰色的界线 所以处女座朋友可能这方面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也靠自己做决定 第二名我会给双鱼座 那么事实上海王星在双鱼座也很久了 可是今年因为木星进来双鱼座 所以双鱼座整个那就是微醺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双鱼座的桃花往往是 除了有暧昧对象以外 很多故事也是由你自己创造的 比方说这个人他对你特别好 或者是他可能一个眼神 或者是你感觉他好像注意你 或者是他在IG上 脸书上写一段话 你觉得他就是在跟你说的 所以双鱼座的这种秘密恋情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感觉好像有 然后慢慢的给对方机会 然后就发展出来的 那这没有绝对的不好 只是说这个恋情的机会 可能有好有坏 就要看双鱼座来自己去分辨了 那么再来呢第三名呢 我会给天蝎座 天蝎座呢因为今年其实第一个 这个日月时啊 就刚好在金牛跟天蝎嘛 那么现在的这个木星跟海王星呢 又来到天蝎座的第五宫 所以天蝎座往往会容易有一些 比方说意外的桃花 或者是你去酒吧喝酒 有一些认识的对象 也可能好玩啊对不对 去唱歌或哪里认识的朋友 就会出现一些机会 当然如果你要他为一夜情或短期的 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希望走长线路线 也是可能的就看你自作决定 不过呢这个天蝎座也可能维持在一个网恋的状态 特别是在这个月份 比较容易有这个聊天啊 或者是这种在网路上面弹琴帅的特质 第四名呢会给金牛座 金牛座的这个秘密恋情呢 不见得在你身边哦 除了网路以外 它有可能在国外 在某个区域 因为你可能要出差啦 你要去哪里啦 所以你可能就会怎么样奔波 有的时候 金牛座还有可能有校园的这种秘密恋情 比方说跟同学 但是也可能跟老师哦 如果你是学生你可能跟教授 你是教授可能跟学生哦 那当然金牛座要比较小心的是因为 现在呢整个星象上 可能比较容易让你有踩到法律麻烦的状况 比方说如果金牛座朋友 你的另外一半他有婚约或者是 这个有一些议题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那第五名呢 是指限定二月限定的哦 叫做呢水瓶座 水瓶座呢这个月因为金火啊 都在你的十二宫 啊所以可能呢容易有秘密恋情 可是这个秘密恋情呢 往往好坏两极 有可能你自己很开心 但是不能被别人知道 也可能呢你爱得很辛苦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被迫 要为这段感情付出哦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月 嗯可能这个水瓶座朋友在秘密恋情当中 要比较注意到底你值不值得这么付出 那么这五名呢我觉得是二月份最要注意啊秘密恋情的朋友 当然我们来谈谈其他星座的这个秘密恋情了哦 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到白羊座 白羊座其实我觉得你比较不容易有秘密恋情 除了运势以外 你根本就不想要躲躲藏藏 白羊座现在会有的秘密恋情一定是对上 比方说你是秘书 你可能跟老板 比方说你可能是一个公司主管 你可能跟大老板 你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认识比较有权有势的人 或是很亮眼的人 你有可能跟他有些暧昧哦 好你先注意看看 双子座现在秘密恋情呢 往往跟钱有关 比方说一起合资合伙的朋友 有金钱往来的朋友 你的金主你的客户 所以双子座的这个秘密恋情 都可能跟实质利益是有点关系的 你可以注意看看 那再来呢这个月 这个巨蟹座跟摩羯座 是桃花感情很旺的族群 理论上啦 比较不容易有秘密恋情 是因为你们的证源比较多 但是不代表你们一定没有 只是说有可能你们一旦有了感情 有了秘密恋情 我跟你讲春风得意 写在脸上 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不太秘密啦对不对 所以巨蟹跟摩羯的朋友 相对来讲 那个秘密恋情的秘密成分 稍微少一点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试作 试作呢在这个月比较容易有 跟办公室有关的秘密恋情 比方说跟同事啦跟下属啦 或者是呢你是医生 你的病人跟你常常接触就是 有医病的关系的恋人 或者是你有养狗养猫 你常常去诊所看狗狗猫猫的医生 或是有狗友的同好 这个也很容易喔 那所以这个试作有这方面的恋人 那再来呢是天秤座 天秤座啊 这个月其实是比较宅的族群 所以你会比较喜欢待在家里 那如果你是已婚的人 我觉得当然你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比较感觉上难有秘密恋情 但是我知道你的手机里藏了秘密 那通常呢另外一种可能是 也许你会有这个要跟人家同居或伴同居 或是你有个小地方 是跟你的秘密情人一起相聚的喔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机会的 那射手座的秘密恋人呢 也是比较容易有不定期或定期的约会 但是感觉上那个层次啊 比较是一起赚钱的 或有金钱往来的机会 所以真的到感情的层次 我觉得这个部分倒也是还好啦 有可能比较多利益的关联 所以讲到这里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月份 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机会 大家呢不妨自己留意看看 该把握的就要让它有暗转明喔 那么不该把握的要决定的 我觉得这个月也许也是一个 好好思考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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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